範例檔的話,請各位就是雲端,雲端位置裡面這邊有個範例檔 範例檔這邊就有個全省郵局地址,點地IP 那你就把它下載下來之後,解壓縮 實際上解到哪裡比較OK 後來我發現,如果解壓C疊好像它會有寫入的保護 所以我乾脆放桌面好了,比較好找 所以待會的話,你們把它下載之後 我是把它下載解壓縮到桌面上面這邊有個叫全省郵局地址 在這裡,我是把它放在這邊好了 那如果要合併的話,我是最後是希望說 它能夠幫我把這邊有25個文字檔 其實道理很簡單,這個流程需求非常簡單 就是把25個檔案合併成為一個檔案 然後我把它寫出去,寫到哪裡?寫到桌面上旁邊有一個叫o.tst 就是這樣而已 那以前的做法,如果你不會寫程式,你就土法練綱嘛 25個檔其實還好啦 可是如果250個,2500個,甚至更多檔的話 那你不就要每天Ctrl-C,Ctrl-V,一直Ctrl-V 那如果今天的問題解決的話,明天又來了 後天又來,每天都來 那你不是每天都光做這些事情,永遠做不完 而且我之前跟各位強調,這個資料量只會越來越多 絕對不會越來越少,為什麼? 因為現在大家都用的,所有東西都用程式解決 所以程式產生這個資料的速度,遠遠比人工快太多了 所以資料越來越多,那這時候你可能就爆掉了 完蛋了,對不對? 所以以後的話呢,可能你要想一個辦法 看他們能把這件事情完成 所以我的想法是這樣啊 第一個就是,我希望可以把它合併過來 然後當然後來就有同學說,老師是不是可以雙向 雙向什麼意思? 可不可以幫我把它合併之後這邊刪掉 對齁,然後留下這個就好了 然後再來就是換一個方向 再把這個ALL.TST,有沒有 再把它切割 一個是合併嘛,一個是再把它分割 然後分割完之後呢,再把ALL給刪掉 這是一個cycle,有沒有 這樣不是最好的嗎?對不對齁 可是問題要怎麼做?比較簡單 那其實這邊的話,其實只要運用第一個回圈 可是回圈第一個問題遇到什麼? 那我怎麼知道這個目錄裡面 到底有多少個檔案?有沒有 檔名跟副檔名我怎麼列出來? 當然如果以前,你如果有經歷過以前那個DOS的時代 在Windows下面打一個CMD有沒有 其實就會跳出DOS,你可以打一個DIR DIR實際上就是把目錄列出來 目錄裡面的東西列出來 或者你可能再加個DIR,再加個參數 也可以把目錄列出來 你甚至可以把那個清單列出來 可是如果不會的怎麼辦? 好 假如說我今天要在Python裡面做這些 其實蠻簡單的 第一個,你只要找到一個套件 這個套件的話呢 它的名稱叫OS OS OS 是什麼的縮寫? 應該猜 我是猜叫Operation System 應該是吧 OK 那OS OS還有別的嗎? 是不是常常有 什麼OS一下 什麼什麼 反正意思 在那個Python裡面有一個OS 這個應該是 意思是說呢 針對我們追列系統裡面的一些檔案操作 這個操作裡面包含就是 它如果要複製檔案 刪除檔案 有沒有 然後移動檔案 甚至我想要知道這個目錄裡面呢 到底有哪些檔案的話 跟檔案有關的相關處理 都可以用OS來完成 那如果OS知道之後 它裡面的話 有一個方法 我後來查一下 它叫Walk 它不叫DIR 它叫Walk 走入那個Walk 還蠻妙的一個名稱 為什麼叫Walk Walk 它意思是說 幫你尋覽的意思嗎 意思是說 你只要給它一個目錄 就是在OS.Walk 後面加一個目錄 它就幫你把那個目錄裡面的所有檔案 那檔案包含就檔名跟副檔名 通通列出來給你 然後會丟一個清單給你 那清單的話 如果我們有個清單 有個串列的話 那我是不是可以跑一個4回圈 把這個4回圈 抓它的檔名 然後透過剛剛F等於Open 把它檔名給它有沒有 它就可以幫我打開了 那打開之後做什麼呢 再把裡面的資料用Read 全部讀進來之後有沒有 再Write出去到哪裡呢 到All.txt裡面 有沒有 然後呢 再把它Write出去 特別注意喔 不是用那個W模式 記得要用A模式 為什麼 因為A的話就是 寫一個出去 三重對不對 如果你要W它就蓋過去了 有沒有 那如果你用A模式 就是你會先開三重 然後呢 三重之後就是中立 它不會蓋掉 它會寫到下方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然後最後把它存檔 這樣就OK了 所以呢我們來 我先DEMO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第一個的話 所以 我這個程式是放桌面 所以你們 我本來是要放C跟目錄 發現那個C的存取有問題 就是它有保護 所以不能放C 那我放桌面 好像OK 那我先DEMO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第一個 我先把這個O先打開給各位 這個是最後OK的 三重 中立 有沒有 南投 你會發現喔 我檔案跟檔案中間 會多增加兩個換行 你想說老師 你為什麼 你乾脆接在一起就好 你為什麼要增加兩個換行 其實這邊有預留伏筆 為什麼 因為我將來 合併完之後 會有分割的需求 那如果要分割的話 你勢必要在 怎麼樣呢 就是 檔案跟檔案中間有沒有 你一定要有一個切割的地方 那其實如果你要分割很簡單 就是用之前教那個什麼 方法 Split 那你跟他講說 在兩個換行的地方喔 幫我Split一下 然後呢 Split之後呢 把第一個 串葉裡面第一個位置存一個檔 第二個存 第二個檔 第三個存 第三個檔 那不就等於分割OK了嗎 所以喔 如果你要分割 第一個重點 就是在檔案跟檔案中間 先給他一個可以Split的地方 而且那個Split 就是喔 還不能跟其他地方重複到 如果別的地方也有兩個的話 那不行了 你不能切割 所以剛好啦 因為我看過 好像沒有重複的 要不然的話 你就是兩個不行三個啦 三個不行四個嘛 反正就是 這個可能要注意 然後我先Demo給各位看一下 首先的話呢 我先把這個old.txt刪掉一下 然後呢 我先Run一下我寫好的程式 那你會發現喔 寫好的程式喔 總共呢 本來喔 其實如果你用別的語言寫 哇 可能寫20行都 可能還寫不完 但是Python寫完不到10行 剛好9行就搞定了 而且最後一行還是一個訊息提示 如果扣掉只有8行 哇實在是 我覺得哇 實在是太愛Python了 所以為什麼 如果你會寫Python 你根本就不會想要去寫Java 說真的 我以前 大概十幾年前都教Java 後來有Python之後 哇 這實在太簡單了吧 OK 而且以前教人家寫Java 我都覺得我在虐待別人 因為實在太複雜了吧 比這個還更難理解 那你可想而知有多難理解 而且最後反而 甚至講到最後 可能連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講什麼 OK 大概現在Python我覺得簡單很多 那我們來先Run一下給各位看 其實喔 寫完之後 大致上就這樣 程式大概就是9行 那我執行完之後 其實如果得到的訊息是合併完成 那應該就OK了 各位可以看到合併完成 那你可以看到合併完成之後 得到就是O.tn 我剛剛已經把它刪掉了 那現在又把它合併在一起了 OK 那當然是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的話呢 就我剛剛講的 可以把它合併完之後 就檔刪掉 然後呢 再來回過 要回過來就是 再把O.tn 再分割回25個檔案 這樣就是完成我要的部分 不過這個當然難度其實還蠻高 但是很實用 以後的話 其實工作上應該都會遇到這種問題 合併跟分割的問題 那我們來看一下程式如何撰寫 第一個的話呢 我們需要知道幾件事情 第一個 你會發現這個地方 我們會需要用的第一個東西 就是所謂的OS.work 那我剛剛講過 這裡的話呢 其實我就找了一下 之前我用過蠻多方法 後來我發現 這個OS裡面 還蠻多可以用到的功能 非常好用 就是跟一些檔案處理有關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對OS進階了解的話 我記得好像我有列一個清單 在我們的第幾頁 第25頁的地方 這邊就會有一些相關說明 那有興趣的同學 自己可以找一下OS 比如說你想要知道 相關檔案路徑 比如說你要建立目錄 或者是說你要移除目錄 移除檔案 其實這邊都有 那其中的話 有一個方法叫做work 那這個work的話 其實就是說 如果你給他這個OS.work之後 那後面的話 其實就是在接一個什麼 接一個目錄就可以了 那這個目錄的話 因為我是把它放在桌面上 所以桌面上各位可以看到 我是建議你可以點選上面這個清單 它會出現什麼 出現它目前所在的位置 我把這個複製一下 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個OS.work的後面 不過前面之前有講過就是說 如果我直接這樣放 好像會出問題 但是新版好像就OK 但是如果你確保它 就是說那個反斜線 要正確work 我是建議你可以在前面加一個小R 這個小R的作用 就是說呢 它可以不需要讓後面的反斜線 一定要加兩個 拖曳資源 OK 就是加一個小R在這邊 那你後面就不用加兩個反斜線 拖曳資源部分 好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基本上 就可以用OS.work 幫我取得這個目錄裡面的相關的資料出來 但是請各位注意一下 它會需要前面有一個東西去接它 OS.work 它會返還什麼東西給你 特別注意 總共會有三個東西 第一個的話就是root 而且root指的就是它的路徑 它目前的路徑 OK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DIRS 這個是一個變數名稱 這個資料夾裡面到底有幾個目錄 最後的話這個list1 指的就是說呢 我在目錄裡面到底有幾個檔案 所以我用個for回圈去接它 for 後面有三個東西 在這個目錄裡面 我把它全部丟過來 那你可以在這個底下加一行print 其實主要我們是需要那個 其實主要是需要這個list list1 所以把這個list1執行一下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list1得到的結果就是什麼 你會發現這個list1裡面 實際上就是放這25個檔案的檔名 跟副檔名就幫我列出來了 有沒有 也就是說呢 我只要針對這個list1 去分別把它通通抓出來之後 並且一個一個開檔 然後呢 再把它寫到o.tst之後 那就完成合併了 所以其實最大 最重要的部分其實是這個list 好 那我們已經有這個list之後 接下來的話 我們再來看一下 那其他部分的話 ok 那所以呢 我已經有這個list1 接下來的話呢 我在底下寫一個for回圈 for i in range 把從0到 等於是把這個list1 全部 其實第一個就三重點tst 那我就怎麼樣 在這個地方加上什麼 加上f等於open 因為我要開檔 路徑的話 因為我放桌面上 所以這個路徑的話 基本上就是可以從這個路徑有沒有 直接貼過來 貼到這邊來 然後後面的話 加上什麼 加上它的那個什麼 它的檔名跟副檔名 這樣的話 我才有辦法去開啟那個路徑 ok 特別需要開 這個是比如說三重點tst 那 這裡的話 可能要特別注意 這邊後面呢 它尾巴這邊 這個 兩個雙引號 特別注意 你不能省略一個 因為如果你加一個的話 它會出錯 一定要兩個 這個可能要特別注意 也就是說 如果你只要跟後面 串切的話 那你這個 反斜線是不能被省略的 這個可能要特別注意 所以後面這個尾巴 一定要兩個 然後呢 我就是從這個全程游擊例子 先開三重 假設先三重 然後開起來之後的話 那我就用f.read 把三重.tst 檔案裡面的通錫 通通放在這個變數 也許放在c底下 那底下的話呢 再去開一個 O.tst的一個檔案 後面模式 記得用A模式 並且怎麼樣呢 把它寫出去 把這個c呢 寫到這邊來 那你會發現 尾巴我有加兩個換行 OK 那這個兩個換行 有沒有 實際上就是我剛剛講的 那個伏筆 因為這個伏筆就是說 將來我要分割 所以我這個地方 如果沒有加兩個換行 那將來我就沒辦法切割了 那你想說 老師那我可不可以用別的符號 可以吧 反正就是 將來只要 spreader可以切割的 那哪一種符號 只要不要重複都可以 所以這個我是想到 兩個換行 可能會比較直接一點 然後就把這個 開檔之後 這個 並且把它關閉 所以呢 它這個回圈 就是先抓三重 然後再加 把它寫到O.tst 然後把它關閉之後的話 再換中立 然後再把它關閉 再換下一個 直到25個檔案 全部都完成之後的話 那你會發現 在桌面上呢 就會看到 有個O.tst的檔案出現 我們來Run一下 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 這個檔案 你們待會可能要特別注意 執行 合併完成 那你可以看到 在桌面上 就會有我的這個檔案出現 那這就合併之後的結果了 那等一下可能要比較注意的地方 特別注意 第一個就是 我放的路徑在桌面上 所以如果假設說呢 你的路徑跟我不一樣的話 記得喔 這邊可能複製的時候 可能稍會改一下 假如說你是用我雲端上面的程式的話 可能這個地方第一個喔 這個喔 有沒有 這個路徑 記得就是這個地方要把它貼上 我是建議用貼的 你自己打可能比較容易出錯 那第二個的話 就是說要開啟的檔案這邊 記得喔 這個路徑後面 這兩個雙 那個反斜線喔 可能要自己打一下 自己打一下 OK 這個可能要加兩個喔 這個不能夠省略喔 然後再加上那個串列第一個 然後讀取寫出去 寫出去到哪裡呢 我這邊是把它改成就是 全審郵局地址 的前面這個 就是桌面 有沒有 這個是桌面路徑 那我就把這個桌面路徑複製一下 放在哪裡呢 放在這個 喔 的前面 意思就是說 幫我寫到這個 喔 在這個路徑底下 把它存檔 這樣就OK了 那另外的話 這個R 可能大家可能會比較有問題 這個R我剛剛講過 如果你沒有加的話 我印象中在舊的版本會出錯 但是新的版本會出錯 我執行一看看 這邊已經有一個錯誤發生了 它會出現錯誤啊 主要是那個 這邊會出錯 OK 主要是這邊的這個 反斜線 如果以前的做法 是必須拖曳致圓 就是說變成兩個 那如果你後面的反斜線 假如不想要全部通通改兩個的話 一個很簡單的辦法 就是直接加一個R就可以了 OK 好 這樣就完成了 那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那這一段程式嘛 我是把它放在那個 雲端白板上面的 第27頁的部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你會發現喔 這個地方 我們主要就是透過第一個 OS.work 所以OS.work 真的非常的好用 它主要就是說 你只要指定給它一個目錄 它會幫你把那個目錄裡面 所有的檔名跟副檔名 通通通吐回來給你 變成一個串列清單 那除了說檔名跟副檔名之外 它其實還有目錄也可以告訴你 不過因為我們這一題 主要只是需要檔案就可以了 目錄不管 所以你會發現我只有處理什麼 處理這個變數 List1 那你會想說老師 你為什麼這邊OS.work的寫法 是寫成這樣 跟各位講 因為OS.work 它要的比較複雜一點 它必須要三個參數 所以寫的方法比較特殊一點點 所以這個地方可能要特別注意 就是必須用一個for迴圈 去幫你把OIT.work裡面得到的這個串列 再把它取回 所以這個可能 也許你可以把它當成一個範本來用吧 將來如果你要取得 某一個目錄底下的所有檔名跟副檔名 你可以寫成這樣子 主要是針對這個List去做處理 然後底下的話再跑一個迴圈 把這個List1裡面所有的檔案 通通抓出來 然後做什麼 做讀取 讀取完之後寫到O.tst之後 然後再關掉之後換下一個 直到全部合併完成 就得到我們要的結果了 OK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 在Python裡面 做檔案的讀取 其實是相當的簡化了 OK 後面的話 下一次上課的話 我還會再講 有關就是說 我們現在可以把它合併 對不對 後面如果假設 我希望能夠分割的話 我剛剛有一個伏筆 在合併的時候 在檔案跟檔案中間 有兩個換行 兩個反斜線 所以如果我要分割 分割的話可能會遇到幾個問題 第一個如何分割 我們分割解決了 兩個換行 第二個的話 存檔的檔名 檔名怎麼剛剛抓到三重 抓到中立 底下不是 每個O.tst 它的檔名 那我要怎麼樣剛好 可以抓這個檔名 不過剛好它這個 它的位置好像都一樣 所以後來我就想一個辦法 剛好抓到有沒有 在切割完之後的 那個第幾個字的位置 剛好就是什麼呢 我要的檔名名稱 所以我就把那個檔名抓到 然後副檔名就點TAT 所以我就把切割完之後 分別按照它那個地方 把它存檔 那檔名的話 就剛好是在那個資料裡面 的第幾個字 有沒有好像第16 第17吧 然後檔名抓到 副檔名有了 那就可以把它存出去 那剩下的話就是 怎麼刪除檔案 那就可以有一個尋管 所以今天的話請各位 就是試著把剛剛講的這部分 試著合併 那下一次上課的話 我們就是再來講 如何分割 分割之前 可以再把舊的檔案刪除 在Python裡面如果有三檔 這也蠻簡單的 OS裡面就有三檔的功能 非常的簡單 然後 OK 有沒有 就是remove OS點remove remove 你只要給它 入境 跟檔名 副檔名 檔案就刪掉了 OK 不過這樣也蠻 蠻危險的 因為如果它假設 有新人要寫病毒的話 有沒有 就把人家的系統檔都刪掉 完蛋 它沒辦法開機了 OK 所以 這個在使用上面 可能要特別小心